本期话题 喝黑糖有什么好处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糖内内都有一个普通医器 应该缓急止痛 那么这糖的一个共性作用 那么对于我们讲肝缓 它黑糖也一样 对于比如说腹部 就是筋缸疼痛了 胃寒疼痛了 这样就不能吃点黑糖 那效果是不错的 子宫疼痛了 或者它对女性的痛经 或者疼痛了 这都会缓急止痛 它本身具有缓急止痛 还有暖宫伤寒作用 所以还有活血 花瑜止血 它本身有补血 活血的作用 所以对女性的血血 或者公寒疼痛 痛经 这都是可以应用的 所以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手足冰凉 那么通过黑糖 它温宫伤寒作用 它能够达到通路 它用花瑜止血 它也可能达到这个作用 但是我们讲这种黑糖 它毕竟是糖内物质 我们如果说太温痛 我们有糖的病 那我们就要尽量避免 直接使用更多的糖